看一下題目說呢 他說他的那個上半部 這個線有沒有這個線 紅色這條線啊 的上半部跟下半部都是由 三個紅色 五個藍色跟八個白色的三角形 所組成的 好那如果我是你的話 我會先做記號 我把那個三個紅色的就寫個RRR 然後五個藍色呢就寫個BBB 寫五個 八個白色呢就寫個那個W 寫八個 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 OK 好然後呢 其中呢 他說這個上面也有下面也有對不對 好那如果我是你的話呢 他說有兩對紅色會重合 所以我這邊應該寫個 也寫個R寫個R吧 對不對 OK 然後呢再來注意看喔 再來 當我把這個 往下疊的時候已經重合了嘛 再來三對藍色的 我在這裡寫個什麼 BBB 也重合對不對 然後呢還有注意看喔 這邊很重要的 他說兩對 紅的跟白的 重合 怎麼會有兩對紅的跟白的啊 可以啊 怎麼會有兩對紅的跟白的 上面一個紅的 然後下面配一個蠻的 好你看這邊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像剛才同學講的 這裡還有一個R對不對 這個R會配上誰 他的W 這樣都是一對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劃掉對不對 再來 這裡不是有個R嗎 會跟下面的W怎樣 也劃掉配對 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樣子就變兩對了 這裡講的兩對並不是兩個 我把答案講完 好 然後再來很明顯的這邊 這裡不是要兩個白的嗎 這兩個藍的會怎麼樣 這兩個藍的 這兩個藍的 一定會跟白的重疊在一起 下面的白的重疊在一起 因為這裡有紅的已經用完了 所以藍的跟白的 一定不組合在一起 對沒有錯 聽懂嗎 這裡面看這邊 我們從下面來看好了 這裡不是有八個白的嗎 那其中一個白的跟紅的 合在一起 然後下面不是應該也有藍的 這兩個藍的呢 會跟這上面兩個白的 也會組合在一起 因為這個藍的只有可能 跟白的而已 所以他依然會要二個 對 所以現在只在這幾個而已 所以藍之五組 這樣會啦 OK